朋友们好,我是老宋 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砍大山 现在的年轻人啊,大学要毕业 大部分家长做父母的 都会给孩子这样的建议 什么呢,希望孩子能找一份 稳定的工作 例如什么体制内啊,事业编的 国企央企啊,周刑 然后这一辈子啊 虽然你赚不了大钱 但是你汗烙饱收,你稳定啊 然后你 过两年你再找一个同样的 体制内的国企央企的伴侣 两口子在一起 这辈子过得不会踩刹 踩刹,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这生活你就 心服去吧,是不是很多 父母都这么想,如果 年轻人有点理想,有点抱负 有点不同意见,和父母 争论一下,我不想干这样的工作 太没意思了,太平淡了 哟,那父母都会教育 年轻人的,你懂什么呀 你经历过什么呀,你都不知道 现在稳定有多重要啊 我还能害你呀,我告诉你 我吃过的盐皮,你吃过的饭都多 我走过的乔皮,你走过的路都多 你就听我的,没问题 所以呢,这些年轻人啊 就很多都听从父母的 哪怕他是名牌毕业的 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啊 都什么削尖了脑腿 往这些单位里钻呢 哪怕浪费了他们十几年 所学的知识,所学的特长 也跑到这种单位里来 真的,有的时候你一看看他的简历 一看看他学的东西啊 就感觉太浪费了啊 到这里谁都能干的工作 让这么一个高材生干了 啊,是不是这种现象 这种现象现在哪都有 我们东北尤其严重 我身边几乎全这样的哦 基本上孩子一批地 全想要孩子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可能是东北 我们真是害怕了 我们这种颠沛流离啊 整的害怕了哦 可是呢,有时候我就想起这么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你说哦,现在这些父母 基本上哦,都经历过三十年前的那场下岗潮 要么你们下过岗 要么你父母也下过岗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哦 可你想一想那阵是什么情况 多么苦,多么难,多么累啊 当时全迷茫了 你当时过的是什么生活 是不是记忆犹新 悲痛不,悲惨不 难熬不,难熬不,难熬 那么我问你呢 如果你的孩子进入了这样的单位 突然有一天 像三十年前那样惨痛的将育 再发生一次 他们该怎么办呢 说到这儿 有朋友肯定说过了 老宋里竟瞎扯 那这不可能的 怎么可能 那能一样吗 那你怎么抽工人下岗 那体制内呢 现在的养起锅起啊 那能下岗吗 不可能的啊 有的行业 都进不来的 那这不可能下岗的 根本不可能的 你这么笃定吗 你回忆一下 上世纪八十年代 你说你告诉工人 你回下岗 哪个工人相信的 都不说别的 打个比方说 你是科幻的 你会穿越 你穿越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去了 然后你就告诉那帮的人 你说我告诉你们 可别这样了 你们得找出路了 过不了几年啊 你们就该下岗了 单位都黄了 单位都破产了 没有人管你们了 你们都自谋职业了 自己谋生了 哎呀 你们到处可惨了 赶紧想办法吧 你告诉我 那这的人会相信你吗 那这都得说你 你是个傻子吧 你你有病吗 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工人 工人阶级 铁饭碗 你懂不懂 会下岗 没有人管我们了 开玩笑呢 甚至不可能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对吧 那点是这么想 不 我告诉你 那这工人什么 说实话 那这工人可能比工员还牛 还好 有人说了 不可能 那你是没亲身经历过 我家就有亲身经历的 这样的事情 怎么亲身经历的事情呢 就是 我家我父亲是工人嘛 结果在 我很小 但是主要是我父亲 他们聊的啊 我记忆不太深了啊 就是当时 有人 也认识嘛 想后我父亲 对调一下工作 换一下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家庭什么原因 想对调一下工作 那么那这呢 可不像现在 说你去跨资行业 可费劲了 那这好像还好办 那什么工作呢 它是一个交警 那这交警 不像现在 指挥汽车各方面 那这主要是指挥自行车 那我爸呢 是厂里工人 他就想后我爸 对调一下工作 当然不白对调 还得给我爸 好像要好处啊 结果呢 什么 我爸 谁和你对调啊 疯了 我工人 我当你那个去 我才不去呢 对不对 我不吃 我当我的工人 没的你 还想和我对调 真事 现在我爸一提这个事 肠子都毁清了 我爸那这要对调了 你还能下岗呢 不能下岗了 都不说别的 退休工资都得翻多少啊 哎呀 这都不用说了 可能整个人生 哎呀 包括我们的人生都会改变 肠子都毁清了 真的 但是就是现在当时那种情况 就是这样的 当时啊 多首东北下岗工人呢 靠什么坚持先来呢 就靠那首歌坚持先来的 什么所有的荣誉 都已经变成了遥远的回忆 辛苦半生 就重新走进了风雨 心若哉 蒙蒙酒哉 打不了我 从头再来 哎呀 就靠这个 哎呀 怎么从头来的呢 反正不管怎么样 都熬过来吧 好了 看看那种情况 你听完这种情况 你还敢确定 就你的孩子 这些工作 未来不会出现 这种情况 没人敢确定 你敢保证 十年二十年之后 他们不是一个指纹件的事情 对不对 一个改革的事情 就会出现 那么再来一次 他们也得心若在 梦牛在了 大不了从头再来了 你说一定是好事吗 所以我这只是说啊 虽然可能是我家孩子长大了 可能我现在也这么想 进入稳定的啊 但是仔细想想 也未必就是好事 谁也不知道未来的发展 你们就老叔说的 有没有道理呢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 看老叔 看大山 向朋友们喜欢老叔 关注老叔 咱们下回见 拜拜